然後它的能量、它的力就會有用到這些觀念 我們先看一個最簡單的例子 這個例子其實只是讓你熟悉一下這個 F等MA 或是A等於F over mass 重力加速度等於力除上這個質量 那 那這個 那 重力加速度是什麼呢? 重力加速度就是速度對時間的變化 Changing velocity除以Changing time 我想這個大家都知道 我速度是一個 但我速度變化的話就加速度 加速度我要開始 開車踩油門加速度一直增加 時間內的速度增加 那我要煞車的時候呢 那這個速度就減少 那這個 加速度在減少 那這個 你怎麼樣來算這個 加速度 那這個 這個例子不是實用的一個例子 但是你可以 在 怎麼樣 它主要是在印 把一些這個 不同的時間 算算速度是多少 我們在前面有用過一個move2 如果大家還記得 這個move2這個是Teleport那一張很早 最前面的時候 那我把 一個物件 或椅子也可以 從這個 Rigid 或者是 送到另外一個Destination 就把它從一個位置 送到另外一個位置去 那這個move2的大家 Teleport 好幾個Teleport 那個時候的Teleport 3 那 那 那有set primitive parameter 把你要什麼樣東西呢 把它給 pull出去 那 那這個層次還沒開始的 那我們先看看這個 set status 會用到set status 剛剛這邊 在後面 set status set status的話 Status是個beamask Status包含什麼呢 包含了 這些東西 就這個 這個狀態 包含了這個 這個物理 有沒有 有沒有這個 接受物理引擎 是force還是true 然後rotate等等等等 那 你當一個 然後 是不是fenton啊 是不是 sandbox等等 這是set status的這個函數 那然後 你要 一個物件 它的物理性質 我們剛剛這件 我們這一個部分主要是在講物理 加速度跟物理引擎的物理 那一個 物件的物理性質呢 有哪些東西是可以 設定 或者 我們設定 我們知道都直接從這個 界面上設定 從這個 建議物件上設定 但是 我用程式上 有時候我們需要從程式上面去 我們現在想寫程式 從程式上面要獲得這些 物理性質 那怎麼做呢 就同樣就是 Linden Library 提供這些函數 比如說 get aging size get bound index get geometry center 這是它的這個 幾何中心 它的質量 然後 然後 center of mass 體積中心 跟幾何 跟質量 重量的 重心 重心跟這個 體積中心跟 重量的重心 是不一樣的 它的energy energy force pog velocity omega acceliation 這些 這些都是 物理性質 我們通常都可以用 用這個 相對的這個 函視 把它拿到 那 就開始看 剛剛看了一個move to 那個程式 我繼續看下去 那如果我要calculate acceliation 我set這個status 它是 它的這個status physics physics 是 是多少 Face force 然後 move to position 它從哪裡到哪裡 set timer event 然後這個 rotation 就是set它位置 跟這個 然後 基本的特性 然後 怎麼樣來算這個acceliation acceliation呢 就是這個 A的V的T 它的速度 有什麼變化 Position 從要多少的時間 然後 現在時間 現在速度 然後這個 現在位置 這個是基本的訊息 任何一個 如果要算加速的話 現在的都 現在時間 現在的 都知道 然後 減掉過去的速度 跟過去的時間 現在速度減掉過去速度 現在時間減掉過去 時間 那這個一除起來 就是什麼 就是它加速度 所以這個 所以 如果這樣的話 你就可以算出 它的加速度是 A等於db over dt db over dt 然後 acceliation是多少 然後 acceliation就算出來了 所以 然後 那下一次 就把現在的時間 變成 old time 然後下一次 timery event 發生 就是算 這也是準備 這準備 你要算這個 你要算這個 某一個加速度 要怎麼算的 這個最簡單的一個 因為為什麼加速度重要 因為加速度接下來 就是要跟 質量合起來 就會立 所以 加速度一定要會算 才會能讓 質量才會立 立出來 所以加速度算法就是把速度的差異 除以 時間的差異 那就得到了 那這邊 set status我們剛剛已經看過了 這個set status是從 假設從這個 這個例子 假設這個例子 從這個 先把你丟到那個1000公尺的高空 放下來 丟下來 然後再算加速度 把某個物件 把他 move move to 把他 move到 問我剛剛要看move to 把他就 move到 天上去 然後放下來 然後再 再算 算加速度 那 那最後是collision collision的時候就return home 這個collision的時候 這個 然後 set timer event timer的話 count 等等 這個 這個就是 這個程式沒有做什麼事情 他就是 把你丟到上面 主要是要 要用這個 A等於dvdt A等於dvdt的這個 這個一個 要算加速度 算加速度 後面才能夠再做下去 這個是第一個例子 接下來 Physic function 可以得到這個物件很多的物理性質 那物理的函式呢 我要讓他開始動 要開始 有動作 不知道哪些函式是常用的 我們先看一下 那有些等下後面還會仔細看 看一下是有哪些函式 然後我們再 再看範例 set force 有很多 set force set torque set force and torque 立 直接立 還有扭力 可以 那就push它了 那 那就是 你一直push until the force explicitly removed push到 我不push為止 set force 那imperce呢 imperce跟rotation impulse有什麼不同呢 Force的話我就是 放上去 然後一直推到我 拿開來 所以Force有 有有有有有 那imperce是什麼 imperce 不管是轉 或者是 失利的話呢 我打一下 然後是我 我拉一下 我轉一下 我的旋轉 我拉一下 就是 就是我 我這個forced object and then start pushing 就是我for 那 那forced跟torque的話 都是我持續的加上去 加到什麼時候為止 就要跟時間有關 然後就 加到我 我這個把它離開為止 所以這個 這個是 那 那我們 一般講的 push object的話呢 那都是 我push你一下 push都是 都是imperce push的話都是指的imperce 都是這個 那這個 所以這個我們要知道 因為後面 沒有不知道它的這個基本的 這個 定義了 那其他還有 set barrancy set 浮力 漂浮 hover hide 要在上面 上面看 hover 拿到很多高 stop hover 在上面 一直有力給你 幫忙你 就可以在上面 hover 可以看 但如果stop hover的話 就掉下來了 Page Omega 我們看過很多次了 ground repair Page Omega 就是轉 那 那 many sim do not allow object to push each other 如果是 很多的 很多的這個 呃 除非你是這個 做一些槍戰遊戲呀 或是這種 動作遊戲 不然的話 大概很多的那個 region 或很多的island 它都不讓你去 去做push的這個動作了 你私利給別人總是一個 你只要做私利的話 那個立下去的話 就是一個 我們說disturbed 就是 在 他這個 我們說big 6 裡面 這是不對的 在 在網路上都是不禮貌的 不對的事情 除非這是被允許的 然後 你 你對一個target的 你可以 如果那邊有物件 這個物件可以 move 可以 move target 然後 set move target start move target look at rotation look at start look at 就是說 你對 你對這個target 可以有一些的這個動作 那 這個 要move或look都可以 那你還可以 monitor 這個physic object 它有沒有達到這個target 那這個 用target或target remove 來判斷 然後還有事件 好 那 那setforce裡面呢 它的 property這些 因為我們剛才前面看過 這些我們就很快了 就大概知道了 這個 你可以做apply impulse setforce apply flow 這些 set talk 這些韓式 就不一一的談了 福利啊 這個 呃 那 那這個 那這個 ground ground repel 跟那個 Sat hover Hover hides 這個有什麼不同呢 這個 Hover 就是我們在 我們在上面 看 對不對 那ground repel ground repel 就是我們 我們等一下 跟它 同樣也要 也要讓它能夠 能夠上去 能夠有加速 能夠在上面 那 其實它是跟這個 很像的 但是呢 ground repel 會 takes more energy 那 那這個 那 repel 是 這個事實上就是propeller 就是如果 它可以主要是用在水面上 在水面上面 你要 浮起來 然後你要在 水面上面要能夠在動的時候呢 那 那可以做一個設定 你可以設定它是不是在水面上 還是在空氣裡面 這個 然後 你要有一個 讓它能夠 能夠這個 反反對 反抗這個 重力 反抗浮力的這個 反抗這個重力的一個這個動作 那 這時候你要花的力量 花的那個 Energy 會比 直接 只有在Hover要多 Push Target Omega 然後 Toward Move to Target 然後這個 Double在 Monitor 這是剛剛談過的那些 OK 那我們來看一個 一個簡單的例子 Object Illusion 這個不是Object Optical 就是 光學的這個 讓你催眠 等於是一個物件 我們要畫一些這個圖 讓它轉 那這個 要 如果讓它轉 我們就直接讓它轉 但是問題是這個讓它轉 我們要把它施力 不太一樣 前面有講過 它有物理特性跟沒有物理特性是不一樣的 現在我們要給它 讓它有物理特性的轉 沒有物理特性 讓它轉 轉轉轉 沒有物理特性讓它轉 照著速度轉 轉完停止 那 你說 那 那比較簡單 為什麼要做 有物理特性呢 有物理特性的話 你就比較 擬真嘛 對不對 沒有物理特性的話 那 那它轉轉轉 它不會停的 然後它能量不會消耗 那這個 有物理特性的話 它就符合這個 我們 我們現在 我們現在這個 真實世界的這些 有物理特性 就是有物理特性 有物理特性 Stataphysics 就是有物理特性 Default是沒有 所以說Force 就是有物理特性 然後 TouchStart的時候 Stat 處是有的 然後 我要講反 Stataphysics處是有 Force沒有 那 那 那你要 你要 我剛才講過了 要讓 要讓這個physics 從沒有到有的話呢 要slip0.2秒 不會 你立刻說 我要setStatus 然後要讓它立刻 你的程式執行script 它沒有辦法 你要給它一個 delay的時間 讓它 讓它這個 讓這個 SIM 讓它能夠讓它 把它這個 設定完成 然後 Force xyz 現在你要 impulse 那個 綠軸 給它一個 Vector force Force的 vector 然後呢 Apply rotation impulse Apply Rotation 那個 Force 乘上這個 Get Mass 就從 就是我在旁邊要當Rotation 然後 它的Mass是多少 Get它的Mass 就是看你這個東西的材質是 是怎麼樣做的 你要設定它的重量是多少 當然它可以做的 然後呢 Mutifake 讓它這個 讓它轉 轉到你想睡覺 Optilution 這個就是有物理特性的旋轉 那下來一個